我这几天到底去哪了 最近可能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天津出现了奥秘克隆疫情 我作为下山干部 协助社区参加了第一轮核酸大筛 也没时间给大家拍视频了 本人从1月9日早晨 一直到1月11日中午 连续工作了33个小时 整整干了三天两夜 每晚差不多都要干到夜离两点多 早晨六七点钟又要上岗 就这样 我们协助社区 完成了第一轮核酸大筛 但也导致我成功的发烧了 最高烧到了38度5 今天早晨的时候才刚刚退烧 不过几天下来 咳嗽来咳嗽去的嗓子也完了 所以二轮大筛的时候 我们单位全员上岗 因为照顾我也没让我上 算是比较遗憾的事情了 说了这么多 我绝没有一点表工的意思 比起医务人员的付出 我们这也算不了什么 我只是想问问 网上那些个名吹清黑 黄汉喷子键盘侠们 你们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 你们有几个真正下过社区 参与过大赛 连续奋战几十个小时 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的 那些个在网上 夹枪带棒 阴阳怪气 口无遮拦 随随随便便骂我是汉奸卖国贼的 你们又是什么 你们天天说这个是汉奸 说那个是卖国贼 但一个人究竟是不是汉奸 是不是卖国贼 不是靠你一张嘴说的 而是要看他到底做了什么 那些个平时袖手谈心性 临时投养水太凉的人 在我们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当中 难道还少吗 当然了 任何时代都是动嘴的多 干事的少 也只有这样才能证明 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大多数人 都过得安定祥和的时代 我也没有任何怪罪你们的意思 我就是觉得现在国家有难 疫情当前 大家都挺忙的 也挺苦的 你们就别在一天到晚的 张贴这些个网络牛皮险了 这叫浪费公共资源 实话说 幸亏你们生在了今天这样的现代社会 要把你们扔到明朝那样的古代社会 估计一场疫情下来 你们就彻底game over了 还有时间在这端着手机电脑 在这骂我 嗯